你好 欢迎收看9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文化局主办的2021儿童艺术节活动主场 是在花莲市的美轮田径场 这个星期假日举行 由具有国内外丰富演出经验的深深剧场 深植乐集苹果剧团接连带给花莲亲子 国际级精彩的艺术演出 花莲县文化局主办2021儿童艺术节活动 主办演出与在花莲市美轮田径场举行 并且在25号和26号两天办理 现在徐宇慧也在25号晚间 文化局长吴精彦的陪同之下 前往花莲市美轮田径场一同与家长们 欣赏剧团高水人的表演 现场人生沸腾为不绝 并且遵守谎言的规范 对对对 那再重新隆重的介绍一次可以吗 可以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叫大嘴 哦 给大嘴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 大家好 谢谢 有掌声的都好可爱 我想要吃掉你们 不 不可以吃掉小朋友 不可以吃掉小朋友 好 我爱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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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化局也在玉里镇 封林镇也有艺术下乡 以及艺文体验的活动 也欢迎民众左宿户外 享受活动带来乐趣 现在学生会行为地表示 这是疫情过后 第一场大型儿童剧演出 花园线文化局 纪念度安排 游艺系列活动 共计18场 分别在北中南区 展开互动性的演出 感谢家长们 带着孩子们欣赏儿童剧团 系列活动当中 为广受亲子喜爱的 苹果剧场 带来的教养儿童歌舞剧 期盼能够带着花园孩子们 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 也感谢演艺团队辛苦的排练 让想起能够在花园 欣赏到如此高水準的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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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